同学好,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已知三无穷数列 分别是n平方加1分之2n平方减n 以及an还有n平方加1分之2n平方加n 若an大于等于n平方加1分之2n平方减n 小于等于n平方加1分之2n平方加n 对所有正整数n皆成立 则limitn趋近无限大an会等于多少 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呢 我们要求的是an的取一个极限值 那我们左右两边 因为有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左右两边也跟着取极限 因为n趋近无限大 我们左边的部分n平方加1分之2n平方减n 这样的一个结果 它的极限值n平方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向次 所以上下都除以n平方 好那这边会等于1 这边会等于1 那后面趋近无限大会变成0 那分值的部分这边约掉会剩下2 那减掉后面这边取完极限会趋近于0 所以等于是1分之2 所以这样的一个极限值呢会等于2 那右边的部分呢 好取极限的结果一样 上下都同除以n平方 所以这边约掉剩下1 这边会趋近于0 这边约掉剩下2 这边会趋近于0 所以呢 这边也会变成1分之2 所以左边取极限完会等于2 右边取极限完取极限之后呢 也是等于2 那透过这个夹极定理 由夹极定理可得到 Limit n去近无限大an会等于2 那这题答案这样就可以解出来咯